我們現在來到小西藏 我們不知道怎麼走 先隨便run out 進去看看 哈囉 哈囉 然後在有些比較塞的地方 就會有人過來要錢 我只知道這個東西是藏主要的 牛 statute什麼好 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又來叫我們的OLA 不得不說這間飯店的警衛真的很給力 這個黑色衣服的大哥 他每次看到我們在叫車都在幫我們 對 他會幫我們在這個門口看車子 然後我們就只靠 然後如果有其他多多車要過來 就是問我們上 他就直接把那邊打發 他就直接把他趕走 這個司機的車牌跟我們的AF不一樣 沒事 要用那個 Yeah! Thank you! 但是他的照片是一樣的 然後他說他是我們叫你們的車 Hello! Hello! 6 9 2 9 他上面確實有我的Devitt他們的那個 因為司機的車牌 他有沒有跟OLA上面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質疑了一下 然後警衛也有幫我們確認 叫他出示照片 然後確定是 然後我看一下手機又是我的名字這樣 他可能換車牌 然後沒有改到那個 但他有拿照片跟我們抽 跟我們就是驗證身份 牛 牛快舔到我們的車了 在印度有超過40座藏人難的安市區 那我們現在要去首都德里北部有一個小西藏 那那邊也稱西藏村喔 我們去看看那邊長什麼樣子 我們用OLA叫做咕咕車 車子的部分大概才180左右 入比很便宜 但就是交通很堵塞啦 所以就慢慢塞過去囉 我們剛剛坐車一路過來啊 然後在有些比較塞的地方 就會有人然後過來要錢 他會直接走在車子旁邊 然後他那個東西這樣一直這樣 要你拿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不給他 還有一些人不太爽 剛剛有一個海南來賓這樣子碰我一下這樣子 沒有 其實他這樣過來 你掏出錢包好像也會感覺有點危險 可是 你不給又好像 好像會有種覺得說 是不是要幫助一下 可能會給不完你知道嗎 就是 其實心裡很困擾 或許我們買一些食物放包包 有人要一要走就給他食物 我們遇到了突發狀況 就是旁邊這台嘟嘟車可能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的司機就幫他推一下 用踢的 後面還有摩托車幫他頂 大家都來幫他頂 覺得很像我們騎車騎到半路壞掉的時候 然後後面騎一台車用推的 好棒我們下車囉 Thank you 現在在這一區是小溪帳圈 可以看到後面有帳圈 上行的那個經文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走 先隨便run out進去看看 剛剛我們下車那一區好多好多蒼蠅喔 其實現在這邊也好多 因為這邊有一些水 汙水所以可能就會有一些 蒼蠅這樣 左右兩側都是商店 好多好多喔 這邊吧 這邊吧 很多 但是巷子裡頭有很多商店啊 一些餐廳 就在這兒 好新狗狗喔 狗狗好多喔 我們現在來到小溪帳 可以看到我身後這兩個建築 應該是藏傳佛教的寺廟 寺廟外面可以看到轉經輪 也會看到一些阿媽 在這邊 巷子裡頭都是商店 然後也有住宿啊 背包客棧這樣子 餐廳啊都有 這一區還蠻熱鬧的喔 我看網路上分享也有人說 好像很多背包客也會選擇住在這一區 但這區就不是靠近市區 它其實有一段路程 我們的巷子 窄窄的 這反而不像村落 對 有點像那個九份的很窄的巷子 那種感覺喔 這邊有一閘貨店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這邊的狗狗也很多 這邊好像蠻多咖啡廳的 對 就是一小巷子穿梭的感覺 還有旅行社啊 你看他們雜貨店賣的東西 有的東西是那種 韓國的東西啊 那種韓國的泡麵 然後也有那個中國的零食 這一區我覺得 蒼蠅比較多耶 街道 我們在我們那一區 沒有特別感受 那麼多蒼蠅在飛的感覺 那不曉得這一區 為什麼這麼多蒼蠅 我們看網路分享啊 說這邊有很多咖啡店 或是說中式餐廳 然後聽說是蠻道地的 那我們這樣大概走了一些巷子 等一下 查查看 有沒有哪間中式餐廳 那我們就去吃吃看 我們看 這邊都有 藏傳佛教的五色旗 剛剛有看到很多經過的 是喇叭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找一個 西藏餐來吃吃看吧 那這邊可以吃到中式餐廳 有一度料理餐廳 有中式餐廳 然後又有韓式料理 那我們想說來這邊吃一下西藏料理 我們剛剛用Google Map找餐廳 然後就看到這一間是西藏料理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我們來這間餐廳它裝潢還蠻可愛的喔 它是有兩層樓 然後那個裝置都蠻多擺設的 蠻溫馨的感覺 那因為它的菜單全部都是字 就是它沒有圖片欸 然後我們進來也沒有訊號 所以我沒辦法查網友分享的照片 所以我就只有我印象 我知道這是藏族的料理 我就叫momo 我只知道這個東西是藏族料理 什麼就點了一個蒸的momo 跟一個炸的momo 然後另外一道菜是 我們不知道煮東西就問店員 他說這是一種湯麵 然後有分雞肉牛肉豬肉都可以 就看我們怎麼選 有分辣的跟不辣的 那我們就想說選一個 不辣的牛肉湯麵來吃吃看 辣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吃到牛豬雞都吃得到三種肉 我們剛剛本來想 想要點點看那個酥油茶 因為我知道就是西藏 他們會喝那種酥油茶 可是我不曉得 英文菜單叫什麼 我就看到那個叫Budger Beauty 我們就問他這個 可是他今天沒有 所以我們就只好點那個 就很一般的奶茶 和一般的熱茶 我們的湯麵來了 這是牛肉 它這個是水牛 那我先吃吃看 好香喔 超香的 先喝湯 這是中式的湯麵 很像是那種炒麵版的湯麵 或是乾的就像炒麵的味道 牛肉炒麵 牛肉炒麵 然後只是它是有加湯的那種 就是很像你炒完麵 然後加水那種湯麵的版本 就是我們很喜歡的味道 牛肉比較硬一點 跟它接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水牛的關係 我們點的 我們點的MOMO來了 這個是蒸的 我們點的這個蒸的呢 是點蔬菜口味的 就是素的那種 好香喔 我要加一點大魚喔 我現在吃原味看看 還可以那麼大一個喔 這裡面全部都是蔬菜 滿滿的蔬菜 然後皮是薄薄的 有一點點 很像蒸餃的那種感覺 那個皮很薄 然後裡面都是蔬菜 有高麗菜 胡蘿蔔 蔬菜味還滿重的 然後有一點白胡椒 要加辣椒 就很甜 好吃 這個是雞肉的MOMO 它是用炸的 它這個形狀很像小籠包 就是拿去炸的那種 好香喔 沾沾看它給我的番茄醬 根本就是一種 小籠包去炸的概念耶 裡面滿滿的肉 它這個 裡面的香料 有一點點蔬菜跟蔥米 然後幾乎本上都是肉 然後有一點 調味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小籠包牌一樣 但是也是偏中式的那種 還有洋蔥在裡面 你看好汁喔 還滿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沒有那麼像小籠包炸過 它反而比較像那種水煎包去炸 它不是那種大顆 就是小小的水煎包 然後它裡面的肉 算是滿紮實的 就是有一個香料味 不是我們一般在吃的那種 我們很熟悉的那種包子的 那個內餡的味道 不太一樣 嗯 它有一個很重的香料味 而且咬下去它是會有 就是汁噴在嘴裡 嗯 很多汁 我是滿喜歡的 嗯 好吃 我們要離開了 那個裝潢還挺可愛的 還挺可愛的 好像有下過雨喔 喔又有下雨 地板都濕的 對 我覺得這樣餐廳不錯 冷氣也很涼 嗯 那我們現在準備再看一下 有什麼可以逛的 我們就要回去了 這條其實不大 但是商店非常多 然後也有很多餐廳 因為我們想要早一點回去 是因為我們明天呢 要換住宿 所以我們要回去訂飯店 然後順便剪個片 現在雨不小也算大 那我們可能等一下要坐汽車回去 因為多多車的話也許會有 怕會有 路上會有積水 或是會噴水 現在雨不小 那也沒有人撐傘 所以我們走另外一邊 就是比較大的路 怕走那個很密的地方 會弄到別人 對啊 好吧 那就是我們就先回去囉 這個交通就是這樣 非常的size 我們剛剛用OLA叫了汽車 在等司機來 因為他是在對面要繞一下過來 可能要12分鐘的時間 我們現在在等的地方 是一個公車站 那我們當初在查交通的時候 本來也有看說 如果我坐來這邊的話 是沒有地鐵的 要坐公車 但是因為路真的不熟 然後看OLA叫都督車 跟叫汽車 其實價錢也不太貴 所以我們就還是選擇用APP叫車 哈囉 那我們現在回去也是一樣用APP叫車 他換一個司機了 蛤 他換一個司機了 昨天又有遇到相同的情形 也是司機原本 原本一個司機要來 後來他就換給另外一個人來載 那我們現在也發生一樣的情形 因為他們這邊交通很穩亂 所以也很容易塞車 所以他如果從對面繞過來可能要斷久 他剛算直接不載 換一邊 司機打電話過來問 抱歉我們不講英文 抱歉我們不講英文 我們在搭配點 我們在搭配點 這是車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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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要過來應該吧 哈哈 因為OLA的司機好像不是很多都會說英文 所以有的他都會用Kindy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也聽不懂他說 那我們就是一樣照講英文給他 他就會慢慢聽得懂這樣 他們就是英文不是馬上會 直接跟你用英文溝通那種 他會用Kindy 然後再又很努力用一些英文搭配的 跟我們溝通 我是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 反正他就說OK OK了 我們找到司機了 我們先進 好 Namaste Namaste 我們現在願意上歐拉的車 司機就會要那個OTP code 不知道是司機的OTP code就可以了 那現在司機要載我們回去囉 那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